现在时间七点整 说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宗教 也说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未来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凡武警发哥 发哥开讲 今天要继续讲这本书 《中国如何攻打台湾》 作者是于杰 是台北大四文化出版社所出版 今天 上个礼拜讲了金门的古灵头战役以后 接着昨天讲了823炮战 古灵头战役和823炮战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古灵头战役 是一个完全意外的战争 它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战争的延续 延续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国民党在中国整个失去了 在大陆上的战争 一路上被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国民党一直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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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到整个大陆的整个大片的大陆的江山都没有了 连长江以南通通都没有了 他只有退到海岛上来 剩下这个大陆周边的沿边的小岛 最大的就是金门和马祖了 剩下的就是一江山啊 大成岛啊 那几个小岛 然后就剩下澎湖和台湾啊 他退到台湾澎湖了 那么毛泽东呢 想一鼓作气呢 把你金门马祖一江山啊 旁边的大陈岛通通拿下来 那么一江山大陈岛 金门马祖当然最大的是金门马祖嘛 那么国民党的军队最多的地方也集中在金门马祖嘛 把金门马祖能追着追杀到金门马祖 把他一口气 把他国民党退到金门马祖 从厦门退过来的金门马祖拿掉 剩下的都是小事情啊 金门马祖拿下来 他接着就是要打澎湖啊 像狮狼打澎湖一样 接着打完澎湖就直接打台湾岛啊 所以这是这场战争的最尾巴的部分啊 所以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呢 觉得说呢 在大陆上从东北中国大陆东北一直打下来 国民党的军队根本就是吹枯拉朽嘛 所以打金门和马祖还会有问题吗 根本当时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听到 这个中共的军队要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来 根本就腿就软啊 哪有打金门有什么问题呢 你知道在打金门以前有一场战役啊 有一场战役是什么 叫做平潭战役啊 现在台湾这个金门金门马祖和中共的小三通 金门通到哪里通到平潭岛啊 你知道平潭岛啊 我们不是经常听的吗 平潭岛 你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金门为什么会那么大意吗 当时平潭岛还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驻扎的地方啊 你知道平潭岛当时啊 这个整个中国国民党还有多少军队在那边吗 大概有两团啊 两团的军队 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两团在那里啊 你知道中国国民党打金门以前 在平潭岛还有国民党的军队两团退到那里啊 那两团军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少军队打垮你知道吗 被一排啊一排啊一排啊 哈 你没有听错哦 一个班和一个排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排就把他打垮啊 原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是要用两个排 一个团或者一个团到一个排呢 去打国民党平潭岛的两个团啊 结果要去登陆的时候呢 被海流啊 飘错了地方啊 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就是中共的军队只有一个排登陆啊 只有一个排登陆到平潭岛啊 国民党有两个团驻扎在平潭岛啊 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排登陆到平潭岛啊 国民党两个团的军队就投降了 也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就很放心啊 一个排的军队就把你国民党两个团啊 就给你把你逼着两个团就投降了 那我打金门有什么了不起啊 金门虽然呢 国民党的军队呢 22军团呢 有一个师 两个师左右啊 驻扎在金门啊 我曾经用一个排 就让平潭岛两个团的 国民党的载军 败军惨将就投降了啊 那我这次要去打金门呢 我用了两三个师哎 两个师哎 一万人哎 好几个团哎 我去打金门 那还不是贾巴格一样吗 而且是叶辉的精锐部队呢 所以他当然就大意啊 他认为说我的师团啊 我用两个师的部队 这个师当然不是完整的两个师啊 但是我要派一万个军队去打金门 那不是贾巴格一样就可以打下来吗 做梦都没有想到 金门战役古龄头战役竟然会打输 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一个排就把那个 就把那个平潭岛打下来 我竟然派了一万个 一万个军队去打金门的古龄头战役 我竟然连一个兵都没有回来 一艘船都没有回来 全部被在古龄头在金门被殲灭 这个是中华人民解放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 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全灭了 一艘船一个兵都没有回来 所以金门战役结束以后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啊 恼羞成怒啊 古龄头战役打完以后 接着他打什么 打一江山啊打大臣岛啊 那这个美国就通知蒋介石啊 你那个一江山啊大臣岛你这个守不住了 你统统退回台湾了 好 所以美国派军队呢 把一江山的把大臣岛的这个 国民党剩下的军队呢通通退回台湾啊 因为那时候韩战已经爆发了 美国只保护台湾和澎湖嘛 中美防疫条约只防疫这里嘛 所以接着就发生了一江山之役和大臣岛 大臣岛没打 整个大臣岛现在台湾到处有大臣役包的役村就是这样 没有打啊大臣岛的人就退回来了啊 退到台湾来了啊 安置到台湾啊 一江山退了一部分 剩下一千多个守军啊 一千多人你守在那里干什么嘛 所以为什么叫讲介石 介石是什么意思 介石就是一个小石头 硬邦邦的小石头叫做介石啊 骑石如戒叫做介石啊 厕所里面的石头啊又臭又硬啊 美国早就叫你把军队撤回来 你就硬要在那边还留个一千多人在那边 所以一江山被中共的解放军啊 全灭啊 死了一千多人啊 用大炮整个把他击沉啊 那没有死的剩下一两百人通通被俘虏啊 那一江山接着完了就是打金门的823炮战啊 好啦古年头我没有把你打下来啊 但是中美防疫条约那个时候 美国因为寒战嘛 1950年发生了寒战啊 寒战爆发了 美国就中美防疫条约签订了 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巡逻台湾了嘛 但是巡逻台湾 中美防疫条约里面只是保护台澎啊 台湾和澎湖啊 台湾和澎湖为什么只保护台湾和澎湖呢 因为日本当初占有台 占有的领土是只有台澎嘛 旧金山合约里面 只规定日本放弃他就有的领土 台湾和澎湖啊 这就是美国杜勒斯 有意的设计嘛 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 但是没有说台湾澎湖给谁啊 他就是预留了一招 就是台湾澎湖 日本放弃 将来要属于水呢 美国留了一招就是 将来台湾人可以自己去投票决定独立啦 这就是美国留了一招啦 也可以变成美国的一招啦 说的难提一点 他就是留了这招啦 他留这招干嘛 留这招 这个叫做美国的丁止策略啦 这和美国的丁止策略 所以美国为什么南北韩 硬是把韩国分成南北韩 这个也是美国的丁止策略啦 把韩国一分为二啊 把韩国朝鲜半岛 设立了一个南韩 就是在韩国朝鲜半岛 丁一个丁止在南韩 丁一个丁止在南韩干嘛 牵制苏联和中国 好把越南分成越南和北越和南越 也是美国的丁止策略 也是在越南 丁一个南越在那边 把东南半岛丁在那里 那共产主义没有办法向哪 台湾就是美国的丁止策略 丁在那里 让你中共出不了西太平洋 出不了第一岛列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从大战略来看啦 发哥第一次给你讲这个问题啦 那毛泽东就要探探看看 你美国到底中美防御条约里面 你保护了台湾澎湖 但是金门马祖你没有提啊 美国为什么不提 因为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啊 他不是日本占据的领土啊 当时日本人在甲午战争 割浪的领土是台湾澎湖啊 没有包括金门马祖啊 金门马祖是蒋介石打了败仗以后 在古年头战役打了圣战 意外的把金门马祖留下来啦 意外把金门马祖留下来 那留下来 蒋介石也不可能把金门马祖撤军啊 把金门马祖 我好不容易在这里打了圣战 我要把金门马祖丢给中国吗 不可能啊 而且蒋介石秘密的引进了日本的将校 叫做白团 白团发哥就不要再讲了啊 发哥已经不知道在我节目里面 讲过白团讲过多少次啊 日本前后派了八十个 八十一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蒋介石对手的 日本的将校 日本的钢村宁次上将和蒋介石签订密约 蒋介石答应在中国南京大审判的时候 判钢村宁次无罪 钢村宁次派他所下最有名的大将 来帮忙蒋介石对抗共产党 共产党叫做冯军 日本的将校组成的这一团叫做白团 因为蒋介石是留学日本的 所以蒋介石知道真正要能够打得赢共产党 只有日本的将校 所以这一群八十一个将校呢 前前后后来台湾训练了中华民国的国军呢 中华民国的国军乱七八糟啊 你知道现在驻守在台湾的军队 本岛的军队 在我们齐山这里的军队叫做第八军团 在台中为中心的叫做十军团 台北的叫做六军团 花东内带的叫做花东指挥部 澎湖的叫做澎湖指挥部 金马的叫做金马特别赚 特别赚期 我给你讲这些编制 全部是白团给你重编的啦 现在在我们齐山元坛的 那个总指挥部第八军团 就是日本当初防守台湾的第八方面军啊 台中的十军团就是日本的叫做第十方面军啊 防守首都台北的六军团就是日本当初的第六方面军啊 花东就是当初日本的花东特别特别指挥部啦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国军在防守台湾的所有的编制 都是白团给你重编的啦 蒋介石的军队推到台湾来的时候 乱七八糟啦 根本连次序都没有 到今天为止 国军在台湾的防守区域都是日本白团编的 好 金门你现在很吹牛的那个花岗岩啊 里面的洞啊 那些挖的金门的所有的防守的军队的发钢岩的洞 那个是白团指挥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挖的啦 所以发钢岩为什么在八二三炮弹的时候 哎 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金门 不到一年的时间总落弹量多少呢 打了四十万花炮弹金门打不下来呢 为什么 那个岩洞就是日本人挖的啦 如果你如果去到 去观光去过关岛 如果你有机会去过硫磺岛 美军打硫磺岛为什么死了那么多 最后才攻下来 你如果去过硫磺岛 你如果去到关岛 你去参见 你去参观那个 日本人当初第二十四天大战挖的洞 你会觉得很熟悉 或者是你到琉球看的话挖的洞 你觉得好熟悉哦 不是好熟悉啦 金门那个洞 马祖那个岩洞 发钢岩底下的洞 就是白团指挥 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挖的啦 技巧都一样啦 所以为什么金门经得住 中共在八二三炮弹 打了四十万花炮弹 都没得没得事啊 因为那是白团设计的 叫国民党的军队挖的 美国为了打硫磺岛死了将近两万人啊 所以你看看那个公司有多坚固啊 来后面就慢慢回来 各位听众明月 我是郭金凡 好 昨天讲到说 毛泽东为什么打金门八二三炮战 就是因为台湾和美国定了这个中美防御条约 美国派第七舰队防御台湾海峡 主要是主体是防御台湾和蓬府 毛泽东就是要试看看你美国的底线 因为你中美防御条约里面没有包括金门马祖 我就要打金门马祖 所以呢 他就对金门马祖发动了八二三炮战 打金门马祖 而且那个下弹量啊 从八二三那是 那天开始开始打 打到第二年的五月多 一共对金门打了多少炮弹你知道吗 一共对金门打了四十万花的炮弹 金门有多大 金门小小一块地方打了四十万炮弹啊 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全世界每一平方公尺落弹量最高的地区耶 金门停下来了 因为所有的军队都躲到那个 金门挖了那个花岗岩地洞底下啊 毛泽东做梦也没有想到说 我打四十万 四十万花炮弹 竟然没有把金门打下来 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啊 好 那美国照理说 中美防御条约 既然没有包括保护金门马祖 那美国有没有参与呢 当然参与了 如果金门炮战 八二三炮战 美国没有参与的话 金门炮战不会停掉 停下来啊 美国怎么办 中美防御条约里面 没有包括金门马祖啊 你要不要干涉 好 当时美国的总统艾胜豪呢 召开了临时会议 总统府召开了他的所有的顾问会议 参谋连续会议也开了会议 说美国要怎么参与 怎么样不违反中美防御条约不保 没有包括金门马祖的这个这个这个防御条约里面没有 那怎么办 当时美国海军部部长就做了个提议 对 按照中美防御条约 美国按照这个条约不能够派兵到金门去帮忙国民党的军队 金门对中美防御条约来讲 对美国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金门对我们美国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对我们美国的精神和意志来讲 无比重要 那当时总统就问他说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说金门对蒋介石他自己认为很重要 但是对我们美国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有没有金门根本不重要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们美国对毛泽东试探我们 试探我们美国的意志 如果我们不表示一点反应的话 我们会被人家瞧不起 会对我们中美防御条约产生破坏性的连锁反应 毛泽东是可以大大吹牛 然后和我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这些盟国 菲律宾这些盟国会产生连锁反应 会觉得我们美国没有意志保护这些东南亚国家 所以金门我们不能不干涉 但是我们又不能派兵 因为中美防御条约里面没有这条 结果美国才行了什么策略 就是今天乌克兰行事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乌克兰行事 就是我不派兵给你武器 给什么武器 给两种 美国给了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 震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 这个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才发明出来运到欧洲战场 战无不胜功无不克的八英寸大炮 美国经过琉球 从琉球游第七舰队的战舰 偷偷运到金门去 运了一批八英寸大炮 你如果去英文金门当过兵的人 都看过那个八英寸大炮 美国运了一批八英寸大炮 十几二十门 不是一门 运了这个一批八英寸的大炮 运到金门去 刚好当时的国防部长就是余大伟 他是炮兵专场的 这十几门大炮 当时国防部长余大伟是炮兵专场的 他就把他安排 安排到金门的各地安排好了 打了就跑打了就移开 打了就移开 第一发炮战就打中了厦门的火车站 由他们从望远镜观察 和消息的情报员回来的 光第一炮打到厦门火车站 中共那边扛尸体就扛了一个礼拜 然后八英寸大炮打到厦门的围头的 他们的这个厦门的解放军的这个炮兵阵地 一炮就把他整个围头的炮兵阵地整个毁掉了 所以每天给你打几十炮呢 中共的所有炮阵地呢 没有一个能够存下来 一炮打到哪里就哪里 结果解放军那边呢就抗议 说美军给台湾国民党军队呢 原子弹啊 说给台湾原子弹的炮 根本就不是原子弹的炮 就是八英寸大炮 所以呢 打了几天以后呢 打了几个礼拜以后呢 毛泽东就开始下令呢 不能再打了 再打下去整个厦门会变成火海啊 厦门是会毁掉了 就开始变成双打单不打 双打单不打 越打越少越打越少 越打越少 炮战就停止了 八英寸大炮 就把这条金门炮战就结束了 所以美国帮忙乌克兰的形势 不是今天才干的 这八二三炮战 美国用的战术 就是今天帮忙乌克兰的战术 给你武器 但是我没有派兵 因为条约上我不能派兵 但是我给你武器 就是从这场战争定出来的 那么这场战争 八二三炮战是毛泽东定的 是毛泽东的策略 毛泽东为什么打八二三炮战 第一个试探美国的底线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想和因为毛泽东一辈子最怕的敌人是谁 是史达林 史达林在的时候 毛泽东乖得像小狗 他最怕史达林 史达林一欢脸 毛泽东都吓死了 史达林真的 如果毛泽东得罪史达林 史达林真的敢用核子弹打中国的 史达林乖乖的 史达林死了以后 接史达林位置的是赫鲁雪夫 毛泽东和赫鲁雪夫想要争 国际共产主义的头啊 所以好几次挑战赫鲁雪夫啊 他想借着打这个古林头 打金门这个呢 挑战赫鲁雪夫在共产世界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毛泽东开始打金门炮战的时候 赫鲁雪夫反对 但是到后来赫鲁雪夫发现毛泽东 故意用很大胆的打金门挑战美国的时候 赫鲁雪夫呢 直到他要和他争龙头呢 变成战争了 第三个呢 是为毛泽东呢 大要劲 大饥荒 饿死了千万人 他转移内部毛泽东不稳的地位 所以打这个823炮战 转移这个焦点 但是呢 823炮战打输了啊 所以我现在都想不通 国内为什么国内很多历史学家 或者国民党的这些 失去政权的人 以前都在吹牛823炮战打赢啊 郝伯春是一个小团长啊 因为823炮战他 唯一打战立下的功劳 因为这样他一直生生到参谋总长啊 以前都在吹牛 他823炮战有多勇敢啊 823炮战是美国人的8英寸 大炮立的功劳啊 哪里是你好伯春啊 结果你看看 现在怕中国共产党以后 就在讲了 台湾的国军不堪一击啊 讲那些会话啊 然后替毛泽东替中国人民解放军再讲话了 就开始编谎话了 毛泽东因为打了败仗 823炮战是国军打胜仗啊 823炮战明明是国军加美国的8英寸大炮 打胜仗 全世界的报纸都是头体啊 国军打胜仗啊 现在国民党失去政权以后 竟然说呢 是毛泽东故意要放过金门 晃屁 明明你打胜仗 你现在为了派共产党马屁 竟然说是 共产党打胜仗 毛泽东故意要放过金门 你连你打胜仗都不敢讲了 郭台铭竟然要用823炮战 去金门签什么和平条约 你知道廉耻不知道廉耻啊 823炮战打死了多少 中华民国的国军英勇的国军 打死了多少金门无辜的老百姓啊 他们是用血和勇敢付出代价 打赢这场战争啊 中华民国国军和共产党的军队打战 打那么多战 也不过打了两场胜战 一个古年头战役 一个823炮战 难得打了两场胜战 难得可以吹牛的 你竟然今天为了拍中国马屁 说是毛泽东放过金门 以为因为他如果拿下金门的话 台湾就有独立的理由 你放屁 这场战争明明是毛泽东打败仗啊 你知道823炮战打败仗以后 毛泽东做了什么处理吗 把他们的参谋总长开除哎 你要知道参谋总长人民解放军的参谋总长是多大的一个职务吗 他是彭德态底下的大将啊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参谋总长叫黄克成 黄克成是彭德怀的心腹啊 他们是两个是韩战的大英雄啊 他们的位阶仅次于林彪啊 彭大元帅啊 毛泽东为了古宁头这个为了这个823炮战打败仗 把责任自己发动的823炮战 毛泽东亲自下令的呢 下手艺去打823炮战的呢 打输了以后把责任推给参谋总长黄克成 把黄克成开除哎 和彭德怀闹欢哎 如果不是打败仗 为什么要把参谋总长开除啊 为什么要和彭德怀欢脸啊 毛泽东为了建立他的威信 说这个打败仗不是我打败仗 是这个参谋总长没有谋略打败仗啊 是彭德怀这个彭大元帅的战略错误打败仗啊 毛泽东把这个责任推给这两个 然后把参谋总长开除啊 你中国国民党你连打胜仗都不知道 还要还要替毛泽东讲话说毛泽东是放过金门啊 国民党你像个归孙子一样啊 你连打胜仗都不敢讲啊 三十年来还说是毛泽东放过金门马祖啊 你有没有一点懒趴啊 你有没有一点点志气啊 说毛泽东为了怕台湾独立 所以放过金门马祖 当着金门马祖两条线来迁注至台湾 这个是毛泽东打败仗替自己远谎的啊 毛泽东打败仗因为自己把自己造成神 他不能说他打败仗 自己编一个谎话 花哥永远想不通 这个谎话竟然在台湾 传了三十年替毛泽东辩护 全天下有像国民党这么没出息的党 全世界竟然有一个像黄埔军孝的这些将军 这么没出息的将军 你打胜仗还不敢讲 还替毛泽东辩护 还替毛泽东散步遥远 说毛泽东是不想把金门马祖拿下来 因为他不想让台湾独立 所以他才没有把金门马祖拿下来 放屁 归孙子到这种程度 牺牲这么多人 美国送给你一批八英寸大炮 把毛泽东打败 你连打败毛泽东都不敢讲 还替毛泽东讲话 郭台铭没出息到这样 823 金门牺牲那么多战友 牺牲那么多老百姓 823炮战 你要选那天 牺牲那么多国军 牺牲那么多战友 牺牲那么多 这里面还有很多台湾的冲元兵战士在823炮战 你选那天要去拍中国的马屁 要去那边成立和平823 金门和平条约 你羞不羞耻啊 你羞不羞耻啊 你还要利用那天去拍中共的马屁 那天是什么日子啊 你为了你的事业在中国那边 你要用823这个 这个台湾人牺牲这么多 金门人牺牲这么多 这么多反共战友牺牲在那里的日子里面 去做一个羞耻的和平条约 你一点羞耻心都没有 因为你的企业在中国那边 你为了要拍中共的马屁 你要讨好他 你丢脸我告诉你 台湾有志气的人 大家都到集合到金门去 当天就给你郭台铭难看 台湾人如果没有人敢这样做 台湾人每一种告诉你 这个就是823炮战的真相 毛泽东打败战 发哥给你讲 823炮战就是台湾英勇精神的表现 就是毛泽东打败战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羞耻的打败战的日子 这就是真相 没有其他的真相 你不要替毛泽东讲话 你不要中了中共几十年来的认知作战 没有其他的解释 只有一个解释 823炮战就是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败战 没有其他的解释 没有说毛泽东不想把金门马祖拿下来 怕台湾独立 没有这样的说法 那个是毛泽东打败战 自己自我安慰 自己山坡的谎言 我告诉你 真正的真相就是如此 823炮战就是被我们的国军英勇打败的 就是被美国送来的八英寸大炮打败的 真相只有这个 以上就是法国所讲的823炮战 明天再感谢期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